大家好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官网上面 发表了一篇答记者问 中国大使馆的发言人答记者问 就是说最近泰国网络上出现的 中国商人和导游 在泰国经商务工 抢夺泰国人工作的这样一些新闻 导致泰国的网民纷纷要求泰国政府 严查取缔非法的中国商铺 为此使馆是什么态度 使馆的回复是这样 中泰友谊 经贸关系密切 接下来的话 相当于就是提醒泰方 在中泰的经贸往来中 泰方是受益者 是占了中国的便宜吧 就这样说 因为中国是泰国主要的出口市场 泰国的主要的商品都是出口给了中国 并且泰国主要的外资投资的来源 也是来自于中国 主要的游客也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在双方的经贸关系中 泰国是不吃亏的 甚至是占便宜的 所以说提醒泰方 双方友好相互往来互惠互利 然后提到这种网络上的一些传言 认为就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 利用网络水军 一直在炒作有关问题抹黑中国 离间中泰人民的感情 对于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中国驻泰国大事馆的回复 我觉得这是有理有据 我也非常的赞成 因为据我在泰国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 特别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打击所谓中国灰产 并且对中国人 不管是签证问题 还是做生意的问题 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对待 其他外国人可以做 但是中国人去做就很敏感 就会变成一个敏感的问题 得到炒作 像这种事情有很多 我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在泰国做生意的中国人 应该是所有外国人的那种群体 就是expat community 最守法的 应该是最守法的 为什么 因为被打击了 前段时间抓了很多 现在也经常能看见一些新闻 就是中国人非法务工 然后商铺 然后遭到的查封 财产被没收 这样的事情 层出不穷 所以现在中国人做生意 非常的谨慎 在巴提亚开那个华人修理厂 汽车修理厂的那位全州朋友 他就告诉我 他最开始投资了这个修理厂 因为所有手续都是合法的 完全按照泰国的法律 51%的股份是泰国股东 并且是真实出资 真实在分红 所以刚开业的时候 确实泰国的各个部门经常过来查 但是发现没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针对一点是怎么来 因为修理厂 大家都知道 我感觉 泰国人的修理技术不怎么样 改装技术挺高的 你看街上的那种改装车 确实改装得很漂亮 据说有些中国人要改装车 还专门跑到泰国来买零配件 他们这方面是很发达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修理技术 确实不敢恭维 你经常能看见街上的车 如果是被撞过 修复了以后 你完全一眼就能看出 它是被修过的 特别是那种 像前面的那种挡板 如果是以前发生过撞击 它现在很难把它恢复 有的就是用一些什么钉子 把两块板子把它锚结起来 你看像中国国内 撞得再烂的车 它完全可以把它修复得 像新的一样 所以说在中国国内买二手车更难 在泰国相对来说 撞过的车很容易辨认 因为他们的修复技术 没那么好 所以这位修理厂的朋友 最开始他就从中国国内 带了几个技术比较好的功能过来 就是做了一种大工 他们叫的 结果后来就经常遭到那种突击检查 经常还要躲还要跑 有时候还被抓住了 所以后来他们就没办法了 就全部不要中国工人 一个中国工人都不留 全部采用泰国的工人 现在他的大工都是泰国人 一般起薪大概是一万五千泰铢 就是小工 大工的话可以挣到三万到三万五千泰铢 在泰国算很高的工资了 并且华人修理厂规模越来越大 现在里面的人好几十号人 全是泰国人 纯纯的泰国人 他说泰国的各个部门 现在再也过来管他们了 因为过来查也查不出任何问题 所以你只要是守法的经营的话 在泰国还是可以做生意的 在巴提亚开餐厅的中国人 他们一般采用什么方式 就是他的女朋友是泰国人 或者是他的老婆是泰国人 他就用他老婆的名义来开餐馆做生意 这样的话完全就是享受泰国本地企业的待遇 税收各方面都非常的低 当然可能你会说 但实际上背后老板是中国人 可能赚钱还是中国人赚 这个就是人家家里面自己的事情 关了门以后 他们利润是怎么分的 我们不知道 当然实际上中国的背后老板 也承担着很大的一个风险 一旦他们闹掰的话 泰国女朋友离他而去的话 那相当于他这个公司 他这个生意都是贵他泰国老婆的 相反生活在泰国 特别是巴提亚的其他的外国侨民 人家做生意 那个跟中国人就不一样了 就很高调 大张旗鼓地开门做生意 比如说像我在巴提亚 接送小孩上学 经常要经过巴提亚山路 结果以前我去山路很少 结果后来我发现 那边韩国人的店铺非常的多 并且很集中 经常门口停着一长牌的大巴车 有韩国的按摩店 写的是什么皇帝按摩 虽然是中文 但是一看就是韩国人的店 又有韩文 然后韩国人的烧烤店 韩国人的旅社 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 并且来来往往全是韩国人 就完全就像是一个小韩国 韩国的一个社区一样 韩国城一样那种感觉 做生意非常的高调 包括像印度巴提亚 那个小印度规模非常的大 但是巴提亚你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唐人街 以前据说有一条街 号称唐人街 但是我从来没去过 我感觉就是不成气候的样子 但是印度人做生意 就是整个一条街 全是浓浓的印拔风 并且前段时间看新闻 有印度人居然是霸占了泰国人的房子 因为那个泰国人一轻几年没有回来 然后直接就把他房子霸占了 改成了印度Dancing Club 跳舞俱乐部 所以印度人在泰国做生意 可能就没有这么多顾忌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确实现在被整怕了 做生意相对来说 应该是所有外国侨民群体里面 最守法的最谨慎的 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现在还经常被泰国网民针对 这个确实有历史的原因 我最近还看了一个纪录片 当时就采访泰国的那种资深的政客 谈到当时他信为什么会失败 他信当时是在大概2006年 被军事政变推翻了 确实出乎大家很多人的预料 因为在此之前 泰国已经有15年没有发生军事政变了 上一次军事政变还要上述到1991年了 就是泰皇那次出面干预了那次 平息了那次军事政变 从此以后泰国军方基本上就是默默无闻 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泰国有军事政变这回事情 因为大概20年就是一代人 15年几乎整整一代人 在他们印象里面就没有军事政变了 并且他信是非常的受到民众的欢迎 在他当选的时候那一届选举 500席的下议院他获得了266席 就是取得了大多数的选票 到了他的第二任选举的时候 他已经获得了377票 就是绝大多数的那种选票 但是为什么他会被推翻 就是因为这位政客 资深政客 并且也是一个NP 也是一个国会议员 他说就是因为 在泰国的那种既得利益阶层里面 认为他信 泰没有泰国的因素 说白了就是太中国了 因为他信这个人做事情 跟传统的泰国政策政客不一样 他就做事情雷利风行 你看现在沿用的很多政策 包括什么金银签 都是他信时期推行的政策 现在一直沿用至今 因为泰国要推出一个政策 很难的 他实际上整个政局 就是一个个的小的利益团体 有大的有小的 比如说有20个 10个大的 10个小的 你每推出一个新的政策 你先要跟这10个大的利益团体 跟他们商量 你们会不会同意 你们不同意 我再修改 继续让你们同意 这10个同意了以后 还要跟10个小的利益团体 再沟通 也要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最后才推出这样的政策 这就是泰国的政客 但是他信就不一样了 他因为有民众的支持 所以说他就是雷利风行的 强行推行了他很多的一些政策 这就造成了 泰国既得利益者的一个恐慌 认为他做事的风格 就是不是泰国人的风格 完全就是中国人的风格 因为他信大家也知道 是华裔背景 所以这是最终 导致发生的军事政变 导致他信最终流亡的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人的问题在泰国 往往是容易被夸大 就是因为在泰国的历史上 实际上华人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虽然华人在东南亚国家里面 泰国是融合的最好的 大多数华人都不会讲中文 并且信了泰国信了 但是实际上大家在泰国生活过的 都知道 泰国人他是不是有华裔血统 你一看他的脸就知道了 就是他的长相 还是中国人的长相 你看他的肤色 有的比我们中国人还要白 所以他就是很明显的外貌特征 不一样 实际上这种华人的问题 在泰国是存在的 并且华人毕竟是控制了泰国的经济命脉 甚至泰国的政局 也很大程度上被华人在控制着 所以说你说底层的民众 那种纯泰的民众 他没有反应吗 他没有情绪吗 实际上还是存在的 那现在中国人在泰国生活的也很多 做生意的也很多 所以说这种历史的华人的那种问题 也会被衍生到中国人的群体里面 那我们中国人在泰国生活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就应该让自己去适应泰国的文化 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外面去找泰国人的那种网红餐厅 就是泰国人追捧的那种餐厅 实际上你就会发现 他们经常是不营业的 一周他肯定会休息一天的 他往往不会选择周六周日 因为生意好的时候 他往往会选择下周的礼拜三会休息 有的是礼拜一礼拜二 大多数是礼拜三 并且泰国重要的法定节假日 他肯定是关门的 所以说你要去这些餐厅 你视线就要了解 不然的话很容易去铺一个空 并且这些餐厅他们的营业时间 都是分两种情况吧 据我所知 有一种就是早晚餐 就是他早上可能九点钟开门 但是营业时间 一般都是到了下午三点钟 他肯定是关门的 不管生意再好 他肯定都是关门的 然后另外一种 可能就是从下午五六点钟才开始营业 然后到晚上 深夜的可能两点三点 往往都是一些自助餐这些 所以他们就说做生意 基本上就是做半天的生意 这就是泰国人做事的风格 所以你说 他们怎么去跟中国人做生意来竞争 中国人就是24小时 全年365天都是要做生意的 所以就没办法比 当然会引起泰国人的不满 所以我们中国人在泰国做生意的话 就是要适应泰国这种文化 就是慢悠悠的 做生意也不要那么拼 挣到钱就行了 把其他挣钱的机会 让给其他的人 这样的话可能会逐渐改观 泰国人对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做生意的 这一部分群体的一个印象吧 所以关于最近 泰国网络出现 什么中国人抢了泰国人的 饭碗的这些传闻 中国大使馆的回应 以及我自己在泰国生活这么多年 我自身的一个感受吧 分享给大家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